最漫长的一日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文数记二十四章 十至十四节 巴勒黄奋怒地磨拳策掌 叫阳着雪 我叫你来奏助我的敌人 你反倒三次祝福他们 你快走吧 回家去吧 我答应过要重赏你 指示上主不让你得到奖赏 巴勒对巴勒说 我对你的使者说过的话 你不记得了吗 就算巴勒把他放满了金银的皇宫给我 我也无权做任何事 违背上主的旨意 我已经告诉了你 我只能说上主说的话 现在我要回到我的族人那里去 不过让我先告诉你 以色列人将来要怎样对付你的人民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实话实说 以色列人在上主的率领下 从旷野经过以东到摩压地区 并且夺得很多个加南人 阿门人 阿摩利人的成一 准备进入加南地 面对以色列人的威胁 摩压王巴勒好惊 于是立刻派使者去彼夺 照述使巴勒来就座以色列人 但是 上主多次阻止巴勒就座以色列人 巴勒不违背上主的命令 虽然他显然被封厚的报酬所吸引 在三次不同的场景中 上主都给他清楚的信息 上主要祝福以色列 虽然巴勒是以说话谋生 照巴勒的意思 说到以色列的话并不难 况且可以得到丰厚的报酬 但是他知道 不能违背上主的旨意 只能实话实说 在工作场所中 我们经常会面对 巴勒所遇到的试探和压力 这些压力来自上司、同事、客户 我们时刻要挣扎怎样说话 要说些什么 要何时说话 其实 上帝的指引很清楚 实话实说 当然 态度要诚恳 同时要用智慧来判断 讲话的时机 祈求上帝让我们有勇气 讲实话 也有智慧判断讲话的时机 多谢你收听由和谐频道制作的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 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 天天亲近主 欢迎你在我们Facebook 留下你的足迹 明天见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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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